警方趕到邮局櫃台前 妈妈激动的麻烦袁警 一起劝劝自己的儿子 男子看起来非常不耐烦 不认为自己被诈骗 还觉得妈妈跟阿嬷一直在阻碍自己 在邮局里僵持了好一阵子 他才肯放弃汇款的念头 眼看儿子闲些就要被诈骗 妈妈激动的打了他一下 儿子也解释自己是想要拿这些钱来买车 娘一通宵 这名20岁的正姓男子 刚出社会在工厂打工 上个月29号在网路上看到卖车的广告 就跟车上联络想要订购车辆 对方声称要先付头期款30万元 他想都没有想就到邮局想要汇款 妈妈跟阿嬷一听也都惊觉是诈骗 极力想要阻止他 有客户预汇款30万头期款 汇至不明人事账户 该客户延迟闪烁令人起意 索性警方及时赶到顺利阻诈 但是看到梁老为了不让孩子被骗钱 也无奈地对男子训话 希望他下一次睁大眼睛 不要再让家人替他担心 TVB的新闻协国经理蔡苗一场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